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了乐理学的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 然后呢 从这三大定律我们引出了四个基本关系式和麦克斯维尔关系式 那有了这些关系式呢 我们就可以处理一些封闭体系 没有非其他功的这样一些情况 那么对于敞开体系或者有化学变化 有相变化的呢 必须要把物质的量这个因素包含进去 所以呢 我们又引进了化学式这个概念 那么这两章学好之后 实际上我们经典乐理学的基本概念都已经有了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些基本概念处理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农业体系 相平衡体系 化学平衡体系 或者界面和交体这样一些体系 那我们今天呢 首先是讨论农业体系的乐理学 那么这一章呢 分成六个部分 分别呢 讲一下 首先要引进一个偏摩尔亮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讨论一下理想农业 然后呢 比理想农业的理想程度稍微低一点 就吸农业 或者叫理想吸农业 最后呢 讨论一下设计农业 那么在物理化学上呢 通常我们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 以分子尺度够均匀很合的这样一些体系呢 如果它的这个乐理学性质在每一个部分都是相同 或者呢 是连续变化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为农体 那么如果说在体系的每一个部分 它的性质都是相同的 我们很好理解 比如说农业 它各个部分的性质都是相同的 对吧 那么这个乐理学体系连续变化也叫农业 这怎么理解呢 它发生变化不是均匀的 我们农业应该是均匀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大气 大气在每一个部分 它都是均匀的 它有没有界面 没有界面 是吧 但是呢 它这个性质并不是在每一个部分都相同的 离界面低一点 它的这个密度会大一点 高度增加了 它的密度就吸了 是吧 但这是一个还是一个连续体系 像这种我们也把它称之为龙起 因为它并没有界面 而且性质是连续变化的 如果有突变 那它就不是龙起了 那么龙起呢 可以分成几类 一种呢 是气起 如果是整个龙起是一个气起的话 那里面不可能有液起跟固起 是吧 所以一定是气起和气起的混合 那气起和气起的混合就是混合气起 我们实际上前面已经讨论了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 理想气起和实际气起 实际气起就是用异度 是吧 那么固起 龙起呢 一定也是固起和固起的一个融合 这种呢 叫固龙起 那固龙起呢 我们放在相平衡体系里面讨论 还有一种我们接触的最多的 就是它是这个龙起啊 是液起的 那么对一个液起的龙起呢 它里面可以是气起龙起的液起里面 也可以是固起龙起的液起里面 也可以是液起龙起的液起里面 这些呢 都是这个液起龙起 那么液起龙起呢 也可以称为狭义的龙液 像这个前面我们说的龙起啊 可以称为广义的龙液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要讨论的就是 以液起龙起 这个为主的 这样一种叫狭义的龙液 这个狭义的龙液啊 也分成两个部分的 因为这个龙质啊 就龙解在这个液起里面的 可以是电解质 也可以是非电解质 那么电解质龙液呢 不在我们这一章的讨论范围 在电化学里面 就电化学一章 我们会讨论电解质龙液 而这一章呢 我们主要是讨论非电解质龙液 那么讨论龙液呢 首先要引入一个概念 就是偏摩尔量 那偏摩尔量这个概念呢 它跟纯的摩尔量 是有不同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一摩尔的水是多少起加 18毫升 是吧 一摩尔水18克嘛 水的比重是1 所以一摩尔的水 加入到纯水里面 那么它起及增加 就是18毫升 但是如果你把一摩尔的水 加到纯的酒精农业里面 加到纯的酒精里面 那么它的起及增加 我们都知道 不是增加18毫升 实际上只增加了4毫升 那么也就是说 它对起及的贡献 在纯农液 在本身的水里面 和在其他的液体里面 是不同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酒精和水的 一个混合物 那么比如说 20%的酒精 和80%的水 混在一起 那么它们没有混合之前 体积是多少呢 以纯的体积是25.34毫升 而水的体积是90.36毫升 那么把它们混合起来之后 如果是纯的体积相加的话 应该是103.03毫升 但实际上你去测量的话 它只有101.80 那么你不同的浓度配比 去混合之后 得出的这个体积 多是和它纯体的相加呢 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情况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并不是水跟乙醇 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是一个普遍情况 对一个多组分的体系 一个体系的广度性质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体系 它并不是说各个组分 纯体系的加合 它不是这个纯体系的加合 所以这个体系 跟配比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加在纯的乙醇里面 只增加4毫升 就一磨水 加在这个水里面增加18毫升 如果加在50%的乙醇水浓液里面 那么它的体系增加量 介于4跟18之间 对吧 所以这个一磨的水 加到农业里面去 这个体系的增加数 不仅仅于取决于这个温度压力 还取决于它的配比 取决于它的配比 所以呢 要把这个N1N2 要包含进去 要包含进去 那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量 它就这个 这个广度函数 广度性质呢 就跟它的这个摩尔量 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引进了一个 偏摩尔量的一个概念 那么对于一个 处于乐平衡和力平衡的 均向体系 因为我们讲过 我们处理的是平衡体系 平衡体系的话 必须是处于这个 乐平衡和力平衡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 均向体系来讲 任何一个广度性质 除了取决于温度和压力之外呢 还取决于它的组成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是以体积为例 所以呢 这个DV呢 是要把所有的 由于这些因素变化 所产生的变化 加合起来 就是DV呢 要等于这个V 由于T的变化 引起的变化 加上由于压力变化 引起的变化 加上由于N1的变化 引起的变化 加上于N2变化 引起的变化 把所有这些变化加起来 就是它的总的一个DV 那么这边 这边的概念讲一下 这个是V对这个N1 求偏导 下面TPN2的含义是指 温度不变 压力不变 除了N1以外 其他的这个量 多不变 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跟我们讲那个化学室的时候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定义呢 就是在温度压力 和其他组分不变情况下 体积对组分B的变化率呢 我们称之为 B的这个 P-M2体积 对B的一个P-M2体积 那么同样的 其他的广度函数 也可以是 有P-M2性质的 那么对内能来讲 有P-M2内能 一样的 就是内能 对这个组分B的一个变化率 P-M2含 是含水 组分B的一个变化率 还有P-M2 所以从这样一个定义 是我们可以看到 P-M2量 它不是B组分本身的一个性质 它不仅仅和B有关 它还跟什么有关 和体系的 其他组分的存在 和它的这个 所处的这个条件 是相关的 就是跟TP NC是相关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 前面已经学过 这个化学式 里面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不完全一样 有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也便于我们 对这个P-M2含数的 一个理解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一个 起积的一个P-M2式 那么对于 任何一个广度性质 实际上它都是这样的 都是TP和N1N2 一直到NK的一个函数 那么GX呢 我们刚才是DB 对吧 现在把它称GX 是一模一样的 那GX呢 就是把所有的变化加起来 这个是X对T的变化率 乘上几期 加上对P的变化率 乘上几P 加上对N1N2N3 就对NB的变化率 乘上GNB 如果我这个体系 处在等温等压下 那么几期几P就等于0 对吧 我们把这两项就等于0了 所以GX呢 我们把气皮写在这儿 这就代表温度压力不变 GX呢 只剩下这一项了 只剩下这一项 也就是说 X引起的变化 完全是由于 X对某一个组分的变化率 乘上某个组分的变化量 的加核引起的 这就是它总的 X的一个变化量 就是DX 那么我们呢 把这个横温横压 NC不变的情况下 X对NB的一个变化率呢 写成XB 那这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 偏摩尔量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 讲过了 是吧 这个就偏摩尔量 所以呢 等温等压下 广度函数的变化 DX呢 就等于Sigma XB DNB 这个呢 也可以看成 这个偏摩尔量的 一个定义式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体系某一个性质的变化 是由于各个偏摩尔 各种分的偏摩尔量 变化的一个加核 我们对这个偏摩尔量 进行一些讨论 只有广度 系统的广度函数 才有偏摩尔量 那当然它是对这个 物质量的一个偏导 当然只有这个广度函数 才可能有偏摩尔量 对吧 所以 但是它已经把这个 这个量啊 已经对它求了导了 所以它广度函数 对一个量 求一个偏导的话 就变成一个什么函数 跟量就没有关系了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强度性质了 所以偏摩尔量呢 是系统的一个强度性质 那么它的物理意义 所以我们看一个函数的话 都要了解一下 它的物理意义 它的物理意义是 一定是偏摩尔 一定记住啊 偏摩尔量一定是等温等压 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已经定义了等温等压 所以呢 偏摩尔量的物理意义 就是在等温等压下 其他组分不变 就Nc 是不变的情况下 广度性质 对某一个量 比如说B 就是NB的一个变化率 那么我们看 这是以体积为代表 当然你其他的也可以 商 含 内能都可以 我们看 这是一个广度函数 对这个浓度的 对这个某一个组分量的一个图 那么这是X 这是NB NB 那么它的变化率是什么 就这个广度 比如说体积 对NB的一个变化率 就是在某一个点的一个切线 对不对 所以偏摩尔量 是这个广度性质 对这个物质量图上的一个切线 这个切线是什么概念 是变化率的概念 所以偏摩尔量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变化率 而不是真正的体积 对吧 它是一个变化率 不是真正的体积 就是说它加入 引起的体积的变化 那么下面我们还会有一个例子 会进一步地让大家 就加强这种印象 那么一个偏摩尔量 你可以看作是等温等压条件下 在因为变化率的话 你实际上是加入微量的 引起的变化 是吧 所以你可以用两种不同方法来看 第一种方法 就是等温等压条件下 在一个无限大的系统里面 你加入一摩尔 那因为这个体系无限大 所以你加一摩尔 对这个浓度不引起变化的 是吧 那么在一个无限大的体系里面 你加入一摩尔的V 所引起 体系广度性质的一个变化 那么可以是体积 也可以是内能 可以是寒 可以是伤 所以呢 它反映了 是对这个体系性质的贡献 那么我们把刚才那个例子 又拿过来了 就是说大量水加一摩尔水 跌到V18 大量 大量酒精加一摩尔水的话 它的这个体积呢 就是小于18毫升 那如果是大量的 很大量的酒精的话 加进去实际上是只增加4毫升 所以这个偏摩尔量呢 它跟这个不仅是跟V有关 还跟其他组成有关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性质 那么要注意的是 偏摩尔量一定是等温等压条件 那么对一个单组分体系来讲 它的偏摩尔量是多少呢 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纯的 所以你偏摩尔量 就是它的这个存物质的量 所以偏摩尔体系 对单组分来讲 就是它的存物质的体系 对吧 那本身就是纯的 那么我们呢 再看一个量 就是说 加强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偏摩尔量 不是对这个体积的一个贡献 而是引起体积的变化 比如说 这是一个体积 对这个 摩尔对这个 组分量的一个图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把这个硫酸酶啊 加到水里面去 那这边是体积 横坐标呢 是加入的硫酸酶酶的这个量 那么它是一个这个硫酸酶酶 对这个水的一个比例 这是一个量 那么偏摩尔量 我们刚才讲过了 偏摩尔量的话 它就是这个曲线的一个斜率 一个斜率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当这个硫酸酶 加入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当这个加入的这个量 这个质量摩尔浓度啊 这个是质量摩尔浓度啊 小于零点零七的时候啊 这个体积反而减小了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 比如说水里面加酒精也好 酒精加水也好 你加进去 体积都是增加的 只不过增加的量呢 没有存的这个量大 是吧 这个是什么 你加进去硫酸酶之后 体积反而变小了 体积反而变小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 当然可能了 因为硫酸酶加进去之后 它有这个很强的一个 因为这是个电解质 所以它有很强的一个作用 使这个水分子这个 由于它的水和作用 使水分子更加接近了 那当然体积就变小了 那么它的这个偏摩尔量 就变成这个 在这儿的话 它的邪率是什么 在小于0.07的时候 这个邪率是负的 也就是说偏摩尔量是负的 所以偏摩尔量可能是负的 它不是占据的体积 它是引起体积的一个变化率 那么这个呢 是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说偏摩尔呢 它是可振可负 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 在农业中占据的体积 好像我水加到这个酒精里面 它占据的体积呢 比在纯水里面占据的少 所以呢 就是起经的小于18 不是的 是引起的 是由于水加入之后 引起的这个农业的 起结的一个变化率 所以既然是变化率 就可振可负 这个概念是要很明确的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偏摩尔量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些 它的一个基本公式 由于偏摩尔量 刚才讲过了 只决定组成 它是一个强度性质 对吧 强度性质的话 只跟这个组成有关 跟总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照比例 就是按照这个 N1N2N3N4 按照比例加进去的话 它的这个偏摩尔量 会不会改变 不改变 因为它只决定于这个比例 如果我按比例加的话 那么它这个值是不变的 所以对一个广度性质来讲 如果我按比例加进去之后 这个广度性质的变化 一定是等于 主分1的偏摩尔量 X1乘上GN1 X2乘上GN1 就XB乘上GN1B 这个所有的加合加起来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X1X2都是常数嘛 是吧 所以当然可以这样算 好 我们把这个整个X的变化 要求出来的话 就对它进行积分 所以我们左边进行一个积分 那右边呢 也是每一项进行积分 由于这个X1X2X3到XB 都是不变的 所以它当然可以拿到外面来 于是呢 这个XTP呢 就等于X1乘上N1 X2乘上N1 就是加上XI加上N1 就是所有的都加合起来 对吧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某一个广度函数 等于 它的 某一个 某一个组分的 PMO量乘上它的量 的一个加合 就等于SigmaB NB XB 所以呢 农业的性质呢 是各组分 对此性质的一个贡献之和 只不过这个贡献 可以是正的 可以是负的 刚才留上面就是负的 对吧 所以就说农业的性质 是各组分 对此性质的贡献之和 那么这个贡献呢 就是这个PMO量呢 在不同的比例里面 它是不同的 所以跟这个总的性质 是相关的 如果我们知道 某一个 每一个组分的PMO量 那么它的 总的这个量 比如说总的奇迹 我们知道 每一个组分的PMO企迹 总的奇迹 我们把它加起来 就得到了 是吧 好 这个就是结合公色 当然这个结合公色 我们也可以从 另一个角度来得到 因为这个体积呢 是温度压力 和组成的一个函数 在温度压力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它仅仅 是组成的函数 这个体积呢 是组成的一次其函数 一次其函数 那么根据这个 一次其函数的性质 我们有一个 在数学上呢 有一个这个 欧勒定理 定理 那么它这个V呢 就等 N1V1加N2V2 当然V也是等于 Sigma VNBVB 也可以得出来 就从数学上 也可以得到 这样一个 一个结果 就这样一个结合公式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了 这样一个结合公式 又有了前面 偏模量定义的时候 这个DX 我们刚才有一个公式 叫DX 的公式 现在有个X 的一个公式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公式 把它结合起来之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 吉布式 Duham公式 因为我们看一下 这个DX 是等于 这个由于温度的变化 这个集气引起的变化 由于DP引起的变化 加上后面这个 Sigma XBDNB 是吧 那么在等温等压条件下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DX 等于Sigma B XBDNB 实际上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 在讲这个 PMO量的定义的时候 已经得到了这个公式了 对吧 那么刚才呢 我们又有了一个 结合公式 结合公式是 XTP 等于XBDNB 而XBNB 或者NBXB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 结合公式呢 我们取一个微分的话 DX呢 就等于Sigma BXBDNB 加上Sigma BNBDXB 然后我们看一下 DXTP 这也是DXTP 这两个一定是相等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右边 右边也一定是相等的 就这一项 一定是等于这一项 那么我们看一下右边 这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呢 如果这两个设置 都成立的话 这一项一定是等于0 也就是说 Sigma NBDXB 等于0 或者Sigma BXBDXB 等于0 因为NB的话 我除以一个 除以一个总量 就Sigma NB的话 那就变成XB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就等于0 那么从这个设置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XB 就是这个偏模尔量 它是有约束的 不能独立变的 对吧 有这个设置的话 它一定是有约束的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性质 不能自由变化 它不是一个独立变量 那对于二组分体系 我们就可以写成 既然是这个 Sigma XBDXB 等于0的话 那如果是两组分的话 那就可以写成X1DX1 加上X2DX2 或者N1DX1 加上N2DX2 是吧 我们可以写成 这样的这个设置 那么DXA的话 就是在TP不变的情况下 X对XB的一个变化率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对二组分体系的话 实际上这个 XA加XB是等于1的 是吧 XA加XB是等于1的 这个是我们在两边 就是这个设置 我们多对这个XB 求一个求导 就是我左边对XB求导 右边也对XB求导 右边当然是0了 那这边的话 就是变成这个 ParsXA 这是偏模量 对这个ParsXB的一个偏导 这边也是对XB 求一个偏导 那么对于这个 两组分体系的话 XA加XB是等于1的 是吧 所以XB呢 也就等于1-XA 那1-XA的话 实际上就变成了 这个设置就变成了 对XA求偏导 只不过的符号 加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下面这个设置 下面这个设置 就是说 XA乘上广度函数 这个叫多是X的 我们这个 我们把它说成V 多是X就分不清了 就是说 这个是摩尔分数 XA乘上这个起阶 比如说起阶 起阶对XA的变化率 减去XB乘上 起阶对XB的变化率 它是等于0的 或者你可以这么看 就是说 主份A的摩尔分数 乘上起阶 对它一个变化率 等于主份B的摩尔分数 乘上起阶 对主份B的一个变化率 是吧 我把它拿过去 就是这一项 就等于这一项 对吧 你这样看的话 就是更加清楚一些 那么这些基本公式 对研究农业的性质 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这边我把这个三个公式 就是说放在一起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是 这个定义是 这个是结合公式 然后根据结合公式 得到一个吉普士多汉公式 这三个公式就放在这边 就是这是农业里面 最基本的三个公式 那么有了偏模量 这个概念呢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 来表达一些 复杂体系的一些变化 我们前面学过了很多公式 很多公式 那么这些公式的形式 都不要改变 只要把X变成XV就可以了 跟我们在学化学式的时候 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G对这个P的变化率 是等于V 是吧 这个 我们在这个讲 四个基本公式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了 那么 这是 吉普士自由能 对这个 在等温的情况下 对这个压力的变化率 是体积 那么 如果这个是个 偏模自由能的话 这边应该是什么 就变成偏模起积 就行了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那么 这个如果是变成 这个偏模自由能 偏模自由能的话 无非是这个 吉普士自由能 对这个NB 求个偏倒了 那么 把它变成这个 对NB求个偏倒 然后再对P求偏倒 那么G是一个 是一个状态函数 所以呢 它求倒 两次求倒的话 跟次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 让它先对这个P求倒 然后再对NB求倒 那就变成了 这样一个设置 变成这样一个设置 那么 对这个 吉普士自由能 对P求倒的话 就是V 对吧 就是这个设置 就是V 那V在对NB求偏倒的话 那就是它的偏模量 VB 所以呢 我们看 这个设置 跟这个设置 形式上 极其相似 只不过 当你把这个吉普士自由能 变成偏模尔自由能的时候 这个体积 变成偏模尔体积 所以就非常方便的 我们前面所有的这些关系是 只要按照同样的这个道理 如果前面这个性质 变成一个偏模尔性质的话 那么后面的这个量 也变成一个偏模尔量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 基地P求导 是V的话 那么 偏模尔G 对这个P求导 就是VM 这个如果存的话 这个是 GM了 就存物质的GM的话 就等于VM 等于存的这个体积 如果偏模尔自由能的话 就等于VB 等于它的偏模尔体积 那么根据这个 偏模尔量和化学室的定义 我们看一下 这是化学室的定义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 偏模尔量一定是什么 等温等压下 所以呢 在这个化学室里面 只有哪个是偏模尔量 只有这一项 就是G对NB的这个 偏导 它既是化学室 又是偏模尔量 所以呢 这个设置呢 就是G GB呢 也可以写成μB 它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这个 实际上 吉布斯在定义的时候 那个时候 已经有偏模尔量 这个概念了 那吉布斯讲呢 就是 偏模尔自由能呢 可以把它叫做化学室 所以呢 只有偏模尔自由能 才是化学室 那这个偏模尔自由能呢 是既是化学室 又是偏模尔量 那么同样的 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得到 就是这个 偏模尔自由能 对这个气球导 是等于 它的这个偏模尔体积 同样的 自由能 对这个气球偏导 是它的这个 是负的伤 那么 如果是 偏模尔自由能的话 对这个气球导 就是它的偏模尔伤 如果是纯的 一模尔的这个 纯的这个 物质的自由能 对温度求导 就是它的这个 纯物质的伤 是吧 那么 当然 这个偏模尔自由能 就是化学室 如果写成化学室 对气球导 也是等于负的这个SB 那么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 纯物质自由能 和温度的一个 关系 那么我们这边 实际上已经有了 纯物质自由能 和温度的一个关系 就是这个 G 对这个 T的一个 偏导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纯物质自由能 和温度的关系 对吧 但是它这个关系 设施等于什么 等于负的 偏模尔伤 那偏模尔伤 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 量 这个也没法用实验测 是吧 所以 这个虽然是 纯物质自由能 和温度的关系 但是由于这个伤 在实验上 是很难测的 那么 这个关系是 就不实用 我们需要 用一个 就是 纯物质自由能 和温度的关系 它的出来的一个 这个结果 是一个 可以用实验测的 一个量 那么我们做 就需要 做一些改变 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得到一个 级物质自由能 和温度的关系 它的这个 出来的这个 结果是一个 可以用实验测的 这样一个值 那么 级物质自由能呢 是等于 H减去 TS 这是一个 定义式 对吧 那么H就等于T H减TS 这S呢 是等于 我们刚才已经有了 S实际上 就是等压下 G对T的一个变化率 所以我们把这个S呢 带进去 这个 这个 等压下 G对T的一个变化率 我们做一个 移向移向 把 把这个G啊 移过来 那我们就 得到了 这样一个设置 就是 把这G移到 再把H移过去 所以呢 就T乘上 G对T的一个偏导 减去G 就等于负H 等于负H 那么这个呢 需要有一些 这个 数学的一个知识 数学的一个知识 我们在两边啊 在等着两边 多除上一个 T的平方 多除上一个T的平方 那么就得到 这样一个设置 那么这个设置呢 实际上 就是 T分之G 对T 求一个偏导 就在等压情况下 T分之G 对T求一个偏导 就得到 这样一个设置 因为我们看 T分之G 对这个 求导 对T求导的话 首先 就是 对这一项 这个求导 就是 G平方 分之一 对吧 G平方分之一 乘上这个 乘上这 然后 再对这个上面 这个求导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的求导 就得到它 那么我们 通常呢 从这个设置 求导得到这个 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但从这个 要 要把它变到这呢 是需要一些 这个 数学的 这个 供给的 是吧 你不一定这个 这个求导 大家都会算 但这个 你要从这个设置 能看出这个设置 是需要一些 这个 数学知识的 那么 有了这样一个设置 右边 当然是 都是出于 七平方 右边也是 这个出于 七平方 好 那我们 就得到了一个 这样一个设置 就是说 这一项 这个是 我们看 这个是 极度的自由能 等于 负的 这个 T分之一 对这个 T 求偏导 等于 七平方分之H 这个是 极度的自由能 这是 寒 那么刚才讲过 对所有这些公式 如果我 把这个G 变成 偏摩尔自由能 的话 那右边 应该变成什么 只需要 把这个H 变成偏摩尔寒 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我们刚才 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一项 拿过来 把这个 七分之 这个Gb 在等压下 对气球偏导 那么 很显然 这个 就是这个 变成那个 偏摩自由能了 所以呢 变成这个 Gb 对气球偏导 升上T 再出上 T平方 那这边也是 这个G呢 也变成这个Gb 同样的 因为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 我们可以 推出这个 根据这个设置 我们就可以 推到这个 等于 气平方分之 TSb 减去 气平方分之Gb 对吧 那么 也就说 等于 负气平方分之Hb 对吧 那么实际上 我们不经过 这样一个推导的话 你直接 从这个设置 也可以 得到 这个 这个设置 那么 这个公式呢 就称之为 Gb Hemmhoft公式 那么 有了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 从 如果知道 一个温度下的 这个 Gb 自由能 就可以算出 另一个温度下的 Gb 自由能 对吧 因为 函我们是可以测的 对吧 刚才商不能测 但还是可以测的 所以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 很容易的 把这个 Gb的自由能 和温度 给这个 关联起来 那么刚才也讲了 Pnmhoft Gb自由能 就是什么 就是化学式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 Gb呢 写成mhb 就写成化学式 所以呢 就又可以 写成这样一个设置 就是T分之mhb 对T求偏导 等于 负的T平方分子 Hb 这个呢 同样的是 Gb的 Hmhz 公式 所以大家就是 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在 推倒这样一些 关系式的时候 实际上 温度就是 自由能和温度 是有关系的 但是原来的关系呢 实验不能测 那么就是想办法 把它变成一个 实验可测的 这个 关系式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对这个 偏模尔量呢 进行一个小结 就偏模尔 Xb是 某个广度性质 对某一组分的 一个 偏模尔量 那么 这个 B的偏模尔量呢 比如说 起结的 比如说 B的这个 偏模尔起结 那么 它是 加入B 对起系的贡献 并不等于 这个体系B 所占的份额 那么 这个贡献呢 是可振可负 就是 比如说 我把水 加到酒精里面去 它并不等于 水 在酒精里面 所占的份额 它只是 这个 水 对这个 总的起结的 一个贡献 那么这个贡献呢 是可振可负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刘三美 就是负的 那么这个 这偏模尔量呢 它不仅和 这个B组分 本身相关 还和整个体系组成 相关的 是一个整体的性质 那么 吉普资斗海默公司 就 就有这样一个 关系是 它的这个 就是 Sigma NB DXB 是等于零 所以它是一个 不是独立可变的 它是一个 整体的性质 那么XB呢 必须是 恒温恒压 组成不变 其他不变 就是说 偏模尔量 这个量 定义的时候 就规定死了 一定是等温等压 所以你不要说 不是等温等压下 这个偏模尔量 定多少 没有的 偏模尔量 就一定是等温等压 就定义 就这么定义了 这个是定义 只有广度性质 才有偏模尔量 因为它是对量的 一个偏导 那么XB呢 它是强度的性质 既然强度的性质 它与体系的总量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它与体系的组成 是有关系的 对一个单一物质 单一物质 就是纯的物质 它的偏模尔量呢 就等于它 纯物质的量 也就是说 对于 在纯水里面 水的这个偏模尔体系 就等于纯水的体系 所以XB呢 等于XM 这个M代表模尔嘛 是吧 就是代表 纯物质的模尔量 就是说 比如说体系的 偏模尔体系 就如果是纯的 就等于它的模尔体系 纯物质的模尔体系 这个是模尔量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 所学的 偏模尔量的 这样一些 内容 所以偏模尔量呢 是整个 农业体系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物质量 我们对它一定要有 非常清晰的一个 非常清晰的一个认识 就是你每一点 这里每一点 大家都要琢磨一下 就不要有这个 对这个偏模尔量 有这个认识不清 或者有模糊的地方 如果你这个性质模糊了 那后面农业 你就没法学了 所以这个并不复杂 但是概念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这一节的这个习期呢 是这样三期 就是一二三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这点内容 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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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